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是已经来到第十集的小说大学 小说大学是我在洪剑权文教基金会闽龙讲堂的支援协助之下 为News98听友所开辟的单元 针对十二个小说技巧、主题、题材以及美学上的课题 以十二家小说作为作品的实例 分别进行分析和解释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小说里象征性的细节 所谈的作品不止一家 包括了张爱玲 包括了乔艾斯、James Joyce 也包括了卡夫卡、Friends Kafka 以及索尔贝罗、Soul Bellow 张大圈炮新闻之洪剑权基金会闽龙讲堂 小说大学 小说大学 象征性的细节 先说三十多年前我的一个经验 我看过一部日本电视推理剧 描述的是一个补习班老板谋杀他的情妇 这样一个案件 为了强化恶人之恶 在剧中还安插了一场 补习班老师们集体前往办公大楼 催讨这个补习班老板积欠薪资 但是没结果的戏 炎炎烈日之下 这一群被拒绝于门外的老师 性性然朝大楼前边的广场走过来 有的人嘴里嘟弄着 有的人垂头叹息 接着一个神奇的片段绽放了异彩 某一位中年的、微胖的男老师 正在摘除鼻梁上的黑框眼镜 准备擦拭他额头上被太阳晒出来的汗水 就在那一刻 一只眼镜角 可能是因为螺丝早就已经松脱的缘故 它忽然断落了 这场戏 至此尬然而止 它让我印象深刻而感觉复杂 我甚至不敢说记得整出戏所讲的 究竟是不是一个补习班老板谋杀情妇的故事了 而段落的眼镜角其实只是一个和全剧的剧情 尤其是跟着谋杀案丝毫无关 弃之也无不可的细节 这个细节是导演设计的吗 还是那位临时演员自己安排的 或者还只是出于道具管理员的无心之失 那眼镜坏了 只是没人发现 无论如何 它让一个倒霉透顶的小角色 更加不幸了一点 在画面上 似乎只占无关红纸的半秒钟 我再说一个例子 老导演胡金泉跟我说过 有那么一则 关于著名舞台剧演员石灰的一文 石头的石灰舞的灰 听说石灰演技极佳 而且非常会抢戏 常使得许多和他同台的演员 倍感压力 而且则有繁衍 某一次演出 导演刻意在一场 发生在夏天夜晚的群戏里边 让所有的演员都有台词 独独石灰 无一语可发 没台词 就在公演的时候 正当演员们 你一言我一语的 说到 哎呀这个夏天 天气如何如何之热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 势必也包括了许多 期待着石灰 有所表现 却久后不见的戏迷 这些观众们 忽然之间听到 也看到了演员石灰 啪的一声 打了一只 肩膀上的蚊子 当下全场 抱起一堂彩声 说起这一则 一文的胡金权导演 没有提到 那一出舞台剧的名称 但是想来 一只根本不存在的文字 和无论多么伟大的剧作 都恐怕未必有关 它是细节里边的细节 是石灰这个演员 和他的观众之间 超越剧本 超越剧情 超越戏剧艺术的神秘沟通 你可以说 它既不是艺术 但是也绝对 是石灰个人的艺术 这样的艺术 来自于演员 对于环境 对于作品宗旨 以及对于戏剧效果的 当堂体会 比较起来 戏剧之中 展现某些细节 只是对观众的专注 所做的考验 它几乎无能占据 观众额外的时间 它总在戏剧主要的 或者试图表现 或表达的情节之内 而剧情的行进速度 更不会因之而暂缓 但是小说中这样的细节 却不可同日而语 小说的内容 越是进入细节 便越是调慢了叙述的时钟 甚至使之趋近静止 换言之 细节是调整小说 叙述速度的枢纽 当然在欠缺耐心 急于发现 后来发生什么样 什么样的事 这样的读者那儿呢 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这样的读者 仅可以大段大段地掠过 一撇之下 看起来并没有情节 推动功能的细节 哎呀 这个好烦啊 好多细节 形容它的衣服怎么样 形容那个房屋的陈设怎么样 形容街上的细节怎么样 看起来没什么意思 就跳过去了 对于某些作者而言 细节书写 一样可能是出于无意识的 或者是我们比喻之为 神经反射作用的情况 这样的作者 并非不能成就杰作 他们之中 甚至也不乏名家 让小说得以在任何一点上 显细节之为的刻画 几乎可以说是作者风格的一部分 让我随手翻开一部小说集里边 任何一篇 任何一页 我漫无目标的伸手一指 好 我现在指出这一段来了 克里门庭有顽劣的倒黄色头发 胖得不大好 像一袋柴似的堆在肩上 满脸的粉刺 尖锐的长鼻子底下 有一张凹进去的小薄片嘴 但是他的小蓝眼睛是活泼的 也许他再过两年会好看些 他穿着海绿的花绸子衣服 袖子边缘顶着僵硬的小白花边 他翻弄着书假装不介意的样子 用说笑话的口气说道 我姐姐昨天给了我一点性教育 事故的读者一眼可以辨认出来 这样的文字只能出于张爱玲 答对了 这是张爱玲的陈香蟹第二炉香 在陈香蟹第一炉香里 率先登场的是葛维龙 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 她在玻璃门里瞥见自己的影子 穿的是翠蓝竹布衫 长旗膝盖 下边是窄窄的裤脚管 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 葛维龙的脸是平淡而美丽的小兔脸 现在这一类粉铺子脸是过了时了 她的眼睛长而媚 双眼皮的身痕只扫入鬓角里去 鲜瘦的鼻子 肥圆的小嘴 这么仔细的端详让人不觉 怀疑她纯粹是为了引出后文之中 那两句既虐且虐的 显然张爱玲舍不得割爱的考证语 说什么呢 说如果湖南广东一带深目血甲的女人 是糖醋排骨 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 因为如果没有前文 那么样入围的刻画 后边这两句什么糖醋排骨 粉蒸肉的话语 无疑就显得突兀而且轻跳 但是在几乎每一部 张爱玲的作品中都少不了这样的细节描写 他们未必都在替一两句张爱玲式的幽默打前锋 读者自然可以视之为是张爱玲的或张派的风格标记 也就在这些细节上 像个导游一样的作者放缓了停下了旅行的脚步 也就是放缓了甚至停下了推动情节的速度 它让读者的目光占流 让时间忽然停滞下来 于是我们知道 《经锁记》里的曹琪桥 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羊皱手帕 下身上穿着银红衫子 葱白线香滚 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 瘦骨脸猪口细牙 三脚眼小山眉 我们也在《清城之恋》的女主角 白流苏登场之后很久 她先让我们看到了白流苏的种种委屈 并没有看到这个人的样貌 之后才终于从镜子里 看见她鲜瘦的腰 孩子似的萌芽的乳 半透明的 轻薄的 青色的玉的脸色 至于衣饰 我们的白流苏当然是穿了衣服的 不急 因为后纹里头还有个印度公主 萨黑伊尼要出场 她身上还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外观细节 我们该停留在那个人的衣服上 至于白流苏的衣服呢 相对而言就不重要 不负担意义 在许多小说家那儿 对于角色外貌衣着的细节刻画 未必像张爱玲笔下的人物 有着中国戏剧舞台上登台亮相式的效果 不少时候 这一类的细节仿佛只是出于作者 一时之间还想不起情节 该如何推动下去的缘故 就有如那导游忘了下一站要往哪走 只好暂且在某一个其实无甚可观之处驻足 却向煞有介事的 多让读者停顿在那些放大的的琐碎事物上面 反正总有闲荒多智的批评家 会为一块臃肿繁荣的描述 找出他应该荣有的意义来 但是读者也的确有权力胡疑 我们停在这干嘛 举个典型的张派作品为例来说 早年钟晓阳的小说 《流年》里头有个龙套的角色 是这个女孩让男主角江潮信 想起了留学之前可以称为 青梅竹马的女友叶晨 事实上叶晨和这个龙套的女孩 两个人在外貌上全部相像 在性格上呢 抱歉 没有性格上的问题 作者从来没有去试图刻画 那个龙套女孩的性格 可是作为龙套女孩之所以会登场 只因为她那一天出现了 因为她的出现 才会有她的照片的出现 也是因为她的照片的出现 才会把叶晨的照片找出来 好了 让我们看看那个所谓龙套的女孩 她是什么样的细节 那个女的转过身来 窄条脸 细眉 性眼 倒的确有几分秀气 只是肤色黑黑的 鼻子旁边一颗黑痣 使她有一种兼职的神情 仿佛因为那颗痣 她这人在世上着了墨 就算鼻子旁边的一颗痣 会使人有一种兼职的神情吧 我们却遍寻不着 这个令男主角着迷的一颗痣是如何勾动起她对儿时玩伴的痴迷来的 作者硬要叫那龙套女孩别具意义的原因恐怕只是她舍不得底下那个酷像张爱玲的句子 仿佛因为那颗痣 她这人在世上着了墨 换言之 一个诗一般做出来的句子 令作者一瞥而惊艳 爱不释手 从而读者必须陪伴着 稍事盘缓 指出张爱玲的后继者为文而造情的用意不是在斐薄这种单逆于非必要性细节的写作风格 因为我们正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有什么样的细节是非得具有必要性不可的呢 也就是说它非得有和作品整体的象征性意义发生连结 这样才得以成立呢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另一篇张爱玲的名作 在这篇小说里的男主角佟振宝 撞破了妻子孟燕黎和裁缝之间的奸情 稍晚时分 张爱玲写佟振作在那儿洗脚 小心不要把热水溅到花朵上 低下头的时候也闻到一点有意无意的清香 她把一条腿搁在膝盖上 用手指开干净每一个脚趾头 忽然疼惜起自己来 她看着自己的皮肉 不像是自己在看 而像是自己之外的一个爱人 深深的悲伤的 觉得她白糟蹋了自己 洗脚是一种家常 而且还是不怎么得以见人的一种 脚臭之可想而知 更与花香相去甚远 可是正因为佟振宝 已经从布伦的妻子身上匆匆一撇 只觉得在家常之中有一种误会 像下雨天头发颗里的感觉 稀稀的湿湿的发出勇欲的人气 这随之而来的与莲花席花 堪称虐对的洗脚 便成为一装一邪之必要 她原本也可以因为过于家常 而显得琐碎 而且不必要的 一如许多张爱玲笔下的男人 佟振宝根本没有爱人的能力 她的爱只能展现在 异化的字连上 所以只配以洗脚获得顿悟 从这个微妙的细节上玩锁 读者也才能够体会 为什么佟振宝眼中的肩肤 居然略无眉目可以辨识 也就是那个裁缝 张爱玲是这样写那裁缝的轮廓的 这裁缝年纪虽轻 已经有点扣搂着 脸色苍黄 脑袋后边略有几个赖粒疤 看上去也就是一个裁缝 显然 佟振宝连仔细观察 他的情敌的能力或勇气都没有 然则在这个部分 无论我们读者多么想助流 窥看孟烟黎的肩肤 到底是个什么长相 他都不应该被写出来 因为 佟振宝这个角色 在这儿决定了叙述的必要性与否 相对于先前瘾的流年的片段 我们可以这么说 排在银行办事队伍里的江朝信 不是没有打量陌生龙套女孩的权利 而是在那个片刻 他没有担负作者 对一颗质的巧思的必要 小说里的爱情之所以动人 多半乃是因为他们总有一种 令人感觉沉闷的背景 这时我们不禁想起乔艾斯 James Joyce 他的名言 他说 在这单调平淡的存在之中 总可找出些生动的生活片段 即使是最平凡 最智闷的 也得以在伟大的戏剧之中 占有一席之地 乔艾斯说的当然不只是爱情 而是生命中 带来或者出现 我们之前常常提到的一个字 Epiphany 带来Epiphany的片段经验 它是一种启蒙 它是一种顿悟 它在小说里必然来自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一经被发现 虽如聚火炸燃 使得原本去暗的一切 有了清晰明白 而且鲜亮的意义 而乔艾斯本人的作品 《逝者》 也将这个技术 做了完美的示范 The Dead 《逝者》 这篇小说 全文前面的四分之三内容 在描写一个沉闷的 近乎无聊的餐会 作者透过主人翁 Gabriel 加布瑞尔 带我们去参加这个餐会 读者也几乎要以置身于一个 等长时间的宴会时间 才能刚好读完这个部分 乔艾斯非常谨慎地 维持着叙述的速度 直言之 它可以让全文 以一种中庸的形板推进 不急不许 果然是中产阶级 斯文作态的事故 以及节制 有以置之 这种速度过于平板无奇 也恰足以让读者生厌 不耐烦的读者 倘若试图跳过一段 两段 或者一两页在读 也未必会遗漏 多么紧要的情节 是这种速度 使得情节 非情节化 也正是任何一个细节 不浓稠于 也不稀薄于 另外一个细节 而造就了这样的速度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 死气沉沉的速度呢 答案 其实就在标题上 The Dead 逝者 死了的人 对吴之鱼 自己行尸走肉 处境的 加伯瑞尔而言 参加一个 由他所轻蔑的人们 共聚一堂的宴会 恐怕是既不新鲜 也不有趣 围起于描写餐桌上的 九十引传之际 乔艾斯 稍稍把速度调得更慢了一点 那是因为 加伯瑞尔 鼎喜欢坐在一张 摆设齐全的餐桌头上 他对于桌上的东西 比对桌边的人 理当多一丁点关切 所以角色在这儿呢 决定了什么该被 更加细节性的描述出来 他觉得有趣的 比方说 食物 比方说音乐 但是绝对不是身边那些 他瞧不起的人 小说进行到最后四分之一 也就是宴会结束之后 加伯瑞尔的妻子 Grella 格丽塔 向丈夫坦诚 埋藏在他心里头 多年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个瓦斯工厂的少年 米奇尔弗瑞 曾经为他 淋雨 生病 而死了 这才使得 加伯瑞尔 突然之间发现 他自以为 完全拥有的妻子 居然一直生活在 另一个 他居然从来没有 涉足的世界之中 在这个占小说长度 大约是四分之一弱的篇幅里 实际动作的时间 也许只有五分钟或十分钟 可是 他给予读者的速度感 却比先前更为缓慢 乔埃斯 让格丽塔 悲从中来 伤心哭泣 并且立刻就沉睡了 之后 还做了五大段的描写 使整篇小说的节奏 趋于停滞了 因为 加伯瑞尔的顿悟 顿悟他过去种种的死亡 使得 刹那间 他的感官苏醒了 也使他 体验到 他和整个世界 或者说 他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 小说大学 今天的主题 象征性的细节 前文提到了 乔埃斯的作品 《逝者》 《The Dead》 究竟谁死了呢 小说里面 看起来只有一个 在记忆之中 十八岁的少年 在多年之前就死了 可是 整篇小说 叙述的 好像是这位叙事者 也就是 加伯瑞尔 他死了 他发现了自己的死亡 反过来说 能够发现自己的死亡 是不是 一个重生的过程呢 让我们看看 乔埃斯的描述 不错 报上说的不错 全埃尔兰都落着雪 雪正落在 阴晦的中央平原的 每一个角落 落在 爱陵沼地 更像西 轻轻地落在 汕农河面 汹涌的 墨浪上 同时 落下来的雪 也覆盖着 米切尔 弗瑞安息的 小丘 当 加伯瑞尔听着雪 悄悄地飘过 整个世界 又如同 落入他们的 最后归处般 轻轻地 扶着生者 扶着逝者的时候 加伯瑞尔 便逐渐睡去 这一部 提名为 逝者的小说 其实在描写 生的过程 精妙绝伦的 是乔埃斯 给了这个过程 一个比 死气沉沉的 欢闹宴会 更缓慢的 速度 之所以会有 这种速度 乃是基于 加伯瑞尔的 心声或苏醒 无论对于 小说家 或者是他所 创造出来的人物而言 这心声 这苏醒 都意味着 捕捉这个世界 最当下的细节 他以缓慢 捕捉细节的缓慢 来和死亡的 速度对抗 即使 不出于 创作时的 有意识然 从塞万提斯 到托尔斯泰 恐怕都不免于 习惯性地 维持着小说 叙述的 均衡节奏 我们可以 视之为一种 非意识性 操作的 形式要求 在巩固着 小说家们 以和于 大自然 运行速度的 舒缓规律 适度地 进入细节 作为一个 延续了 几百年的 书写传统 小说 从来没有 夸张地展示过 它扭曲时间的 威力 直到卡夫卡 和乔艾斯 从这个角度来看 乔艾斯的实践 特别是在 尤里西斯里 远叫 卡夫卡 为彻底 但是卡夫卡 无疑是透过 表现真实细节 并把这些 真实细节 纳入一个 荒诞而非 现实的框架里面 去的 一个先去 在卡夫卡 对细节的 要求上 有更为抽象的 想法 他越是描述 细节 便越是显示 真实这个概念 的不可靠 这个理解 在小说史的 发展上 已经具备了 启蒙之功 现代主义 就是从这诞生的 从此 小说家开始 掌握另一种 对抗时间的方式 当他的读者 单逆于 多告诉我一点 这样的疑问之中的时候 小说有了 和思想一样 快的力度 但是读起来 却要和永恒 比赛漫长 在 《蜕变》 这篇小说里 卡夫卡 大量运用 琐碎的家常杂物 和平庸的生活细节 来破坏 叙述节奏的均衡 他让早上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变成了一条大虫的 主人翁 戈勒各尔 萨摩扎 以一种 时而延荡的 近乎凝滞 时而又迅速 闪耀的速度 揭露了这个角色 异化的存在 有趣的是 这种绝对 称不上均衡的 叙述速度 正如 时而乳行 时而纵跳的 昆虫活动速度 一如小说第二节 最后 描写父子 对峙的一段情形 还是这么写的 所以他便在 父亲面前逃窜 父亲站住了 他也站住了 父亲一动 又跟着赶快向前爬了 两个人 就这样在房间里 绕了好几次 但是仍然没有 发生什么大事 因为整个 速度迂缓 甚至看不出来 两个人是在 追逐的模样 以上这段文字 可以视为 整部作品里 叙述速度操作的 一个提示 由于这是一只 虫子的故事 而与人互相对峙 追逐的虫子的活动 总是 时快 时慢 没有一定的规矩 于是作者 无需为了维持 一个节拍 稳定一致的 叙述速度 而推动一种 有如吻合 平均率的情节 相对的 在没有什么 大事发生的情况之下 卡夫卡让这只虫子 忽然就跳过 两个星期 甚至一个月 忽然又无微不至地 观察着母亲和妹妹 如何移动她房里的 两三件家具 以事件的重要性 也就是发生决定性的事而言 以整部蜕变之中 只有她的第一个句子 堪称是重要的 此后 无论发生了什么 那发生的事都不会超越 一个人变成了一只虫子 然而 在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变形的过程 读者 却得不到一点细节 显然 卡夫卡认为 读者并不需要知道 变形的过程 这种细节 即使 在这只虫子的外观上 卡夫卡 也十分准结笔墨 成千上万的读者 甚至无从得知 这只虫子 是否长了昆虫 常有的前后翅 但是 在另一方面 卡夫卡 却刻意放大了家庭之中 其他三个成员 对这异化存在的角色 所投射出来的情绪 那情绪 更令一般读者 或者是初读者 不了解的是 并非想当然耳的惊恐 正步而已 而是三个人 如何透过 对待虫子的言行举止 来巩固和捍卫 自身顽强又封闭的存在 至于 变成虫子的 哥勒戈尔 他也一样 当他的母亲和妹妹 两个人几乎搬光 他房间里头 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这只虫子 跳上墙壁间的 画框玻璃 企图保护一张 毫无价值的图片 卡夫卡 曾经在小说开始的地方 向我们描述过 那张图片 内容是这样的 那是 哥勒戈尔最近从图画杂志上剪下来的 装在金黄色的镜框里 画着戴毛皮帽子 围着毛皮围巾 端坐在椅子上的妇人 把一直套着弯弯的厚重毛皮的套筒 对着看的人高举起来 哥勒戈尔保护着这张图画的动作细节 也历历如晦 卡夫卡这样写的 说这时 他看见空洞洞的墙壁上 那张穿毛皮衣服的富人画像 孤零零的挂在那 他急忙爬上去 把身躯贴在玻璃上 借那块玻璃支撑住身体 发烧的肚皮觉得很舒服 这样把镜框遮住 至少这张画是不会被他们拿走了 我坐在画框上 绝不把它交给你 要是把它给你 我会扑到你的脸上去 卡夫卡 为什么要在这里 告诉我们这么多细节呢 我们可以用 两种完全相反的方式来解释 二十世纪 学院传统中的文本研究学者 已经试着为读者指点一条 编织意义结构的明路 他们会这样指出 那看似毫无价值的图画里 暗藏玄机 而且含义深远 毛皮有回归动物性的象征 而富人则是母亲的隐喻 那么拥抱一个纯粹动物性的母亲 则显示了哥勒哥尔 非但在抗拒世俗意义下的人的伦理 也间接谴责那受父权载质的家庭关照 这个推论还可以从卡夫卡和他真实的父亲之间的隔阂 找到原因 并且从卡夫卡其他的作品 比方说故事里头父亲让儿子投河去淹死的判决 从这些作品里面我们可以得着旁证 于是一张刻意被作者放大显微的图画 就有了顽足而且确凿的意义 这是学者提供的解释 那么缺乏旁征博引能力和兴趣的读者 是不是也可以悍然拒绝走上这条解释的路呢 这样的读者大可以宣称 那只是一张作者自己珍藏或者是恰好就在那边的图画 那张图画之所以不是别人的图画或者是别的图画 也只是由于作者偶然间顺眼看到而已 为什么不呢 快手快脚的卡夫卡只花了一个晚上就完成了判决这部作品 蜕变也只写了半个月 我们为什么不能假想在某个创造力战告拥挤的时刻 卡夫卡百无聊赖的随手抓起一本过期的杂志 看见了一张画了个浑身穿着厚重毛皮妇人的图片 在那一刻神秘的灵感竖呼掩知 卡夫卡想就是他了 于是那张图片被挂上了哥勒格尔的墙壁 成为日后无数捕捉搜寻 乃至于不令发明作品意义的读者 自行收割想象果实的原地呢 小说大学 今天进行的主题 象征性的细节 细节引诱读者想象 在中国的书场里经常出现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两句套语 通常在听到这么两句话的时候 人们毫不例外会知道 这是说书人即将省略一大块情节 跳过一大段时间删除一大堆细节的预警 这两句话其实只是在表现后一句 无话则短 听书的人也绝对不至于 无趣到浪费自己的精力去想象 为什么接下来的一段故事 和之前的叙述之间 有一个没话的空隙 以及那个空隙里头 应该有些什么 换言之 无话则短到令人无从想象的程度 反过来说 一旦说书人也就是作者提供了某个细节 那么听众也就是读者才有了想象的方向 细节因之而显示了想象的两个层次 其一是透过文本来还原 其实是重塑世界的能力 其二是解释 其实是创造那个经由还原或重塑出来的世界的能力 一般而言 小说家总愿意提供足够的细节 以便读者能够从作品之中 比较准确地运用刚才讲的两种能力 我们在这两种能力上 重新回到卡夫卡 卡夫卡为什么在那样不重要的细节上 赋予那么繁琐的笔墨呢 一幅从不知名的杂志上剪下来的图 竟值得戈勒戈尔把他装表成框挂在墙上 而且在目睹他的世界即将崩解消化之际 成为他权力屏障的事物 他用力贴在上面 让自己变形之后的躯壳 恍如图片的一部分 甚至连他的母亲猛然之间也没曾察觉 这个问题的另一面也是一个问题 整部蜕变之中 最重要的人变成虫子的过程 为什么没有任何细节 它是如此短促的一个轻音 转瞬而过 难道卡夫卡不知道如何诱导读者 想象人变成虫子的步骤吗 或者这个部分恐怕要由 Steven Spielberg来动手会做得更好一点 要不然我们只能这样揣想 卡夫卡愿意提供细节的动机 其实并不在于让读者去还原重塑 格勒戈尔的变形 反而应该是在于让读者去解释和创造 这种变形的深刻意义 卡夫卡一反之前半个多世纪以来 致力于在线现实世界的写实主义小说家 所建立的小传统 在那些伟大的经典名著之中 细节所展示的表象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他们也在前述的第一个层次上 唤起读者对于世界的认识 然而卡夫卡不此之徒 他只用了一个无话则短的句子 主人翁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虫子 一个极其短促的轻音略过表象 促使蜕变的读者迅速陷入一个 其实在感官经验或科学实证上 都不可能存在的世界 可是对于这个不可能存在的世界 卡夫卡却不厌其烦 也不但其细地描摹起来 读者越是凭借卡夫卡所提供的细节 而认识了这只虫子的世界 就越要在前述第二个层次上 发挥它的想象力 为什么是虫子 为什么穿着毛皮的妇人 为什么哥勒戈尔要捍卫一张图画 甚至为什么母亲猛然间还以为虫子 是那张图画的一部分 而在从事这种意义的想象的时候 读者哪怕维持着不变的阅读速度 实则仍然需要借助于卡夫卡所提供的那种 延荡的近乎凝滞的叙述速度 读者需要慢下来 再慢下来 想一想 再想一想 卡夫卡显然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执意勾勒 沉闷而无推动力的细节 而且利用细节发明了小说的沉闷 就像乔艾斯利用细节发明了小说的繁琐一样 他们都在一个深刻而寂寞的角落里 演练着扭曲时间的游戏 这是二十世纪初 小说家们为我们示范的启蒙 那么二十世纪后半叶 到了七零年代 来到了美国又如何呢 有那么一个角色 Eugene Henderson 尤金亨德森 身高六尺四寸 体重两百三十磅 有一头波斯羊毛一般的卷法 鼻子齐大 性情暴躁 有酗酒的恶习 结了两次婚 继承了将近三百万美元的遗产 这在当时是很多的 从来没有花力气爱过人 于是他也不知道有关这个能力 也就是爱人的能力的种种美德 他只知道内心深处 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喊着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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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nt I want 这是索尔贝罗 Soul Bellow 笔下的一个主人翁 贝罗自称亨德森 是具有优秀品质的 荒谬的探索者 而这部企图巧妙说教的 羽王亨德森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本身正是一个荒谬的探索 1959年出版的这本书 作者太想用卡夫卡的笔墨 来写图格涅夫的故事 而不得不先为亨德森贴上一张隐形的 也是典型的美国人的标签 这张标签的注脚是 在文明中一无是处的高贵野蛮人 仕途也终于在野蛮之地 顿悟了文明的基础 那就是爱以及爱的高贵 换言之 亨德森这个角色 从他的作者索尔贝罗那里 先接受了一个 有如遗传基因一般 不容易改变的订单 他必须是个在现实 也就是美国式文明社会里头 一无是处的人 因为贝罗既要谴责 这个只会暗喊着我要我要我要的社会 又要提出他的真辩 爱的能力 于是亨德森一方面 必须承担整部小说的抽象寓意 比方说亨德森如此叙述 我的祖先偷了印第安人的土地 又从政府那偷了更多的土地 而且还向别的殖民者骗了一些 这么一来 我成就了大批地产的继承人 看起来亨德森好像 预言了几十年以后的川普 然而在另一方面 亨德森又不得不具体或表演出 贝罗所寄望于理想美国人那种 带有优秀品质的典型 而不得不把自己放逐到非洲大陆 去从事一场启蒙之旅 这是一个被小说家 角柔造作出来的角色 所以他的旅程 尽管有如唐吉科德般 洋溢着荒谬的齐取 却只是一个在卡夫卡的思想和 图格涅夫的现实之间摆荡的人 还真是一个dangling man dangling man摆荡的人 是Soul Bellow的另外一部作品 发表于1944年 不过在一个善于掌握象征技术的小说家笔下 角柔造作出来的角色 仍然会绽放动人的神采 我们今天说的不是象征性的细节吗 让我给您一个象征性的细节 贝罗让亨德森在继承自他父亲的书房里 随手翻读书本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两句名言 也就是像座右鸣一样的话 来起悟自己 来代引自己 来感动或者影响自己 这个细节当然散发着角柔造作之气 但是却十足缩影也聚焦了小说的气图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精彩的片段 有一天我读到下面这句话 罪犯罪的罪 罪的宽恕是无休无止的 罪出那行为之正当与否 也就无需计较 这使我大为赞叹 经不住来回舵步 难难自语 罪的宽恕是无休无止的 罪出那行为之正当与否 也就无需计较 可惜我忘了这句话出自哪本书 它是我父亲留下来的 好几千本书里头的一本 而这些书中 有一些还是我父亲自己写的呢 于是我就翻找了几十本书 找到的却只是钞票 因为我的父亲习惯用纸币当书签 不管是五块钱十块钱还是二十块钱的钞票 只要是碰巧放在口袋里都可以 有些还是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作废的那种 大大的黄背钞票 我找了老半天 站在梯子上 把书一本一本地抖开 纸币便一张一张地飘落在地板上 然而我始终找不到那句关于宽恕的话 这样的细节明明白白在象征一种足以统设整个小说和角色的意义 被遗忘的宽恕 知识夹缝中的废钞 无视于金钱价值的寻找和追求 索尔贝罗像个诗人一般将绵密的寓意 缝制到亨德森无聊生活里的一个片段里去 也正因为这些寓意 充塞在如此精巧安排的细节之中 闪烁着光芒 有如沙中之今 他立刻吸引了喜欢或者习惯在小说中 发现确凿存在于现象之下意义的事故读者 这些读者是批评家 是小说研究者 和学院里的文学教师 这种事故的读者 和贝罗这种技巧的作者 是打造异议的共谋 尽管他们互相不认识 然而双方都熟练的知道 对方会把异议埋藏在什么样的细节之中 以及到什么样的细节里去寻找异议 语王亨德森 是一部我经常重读的小说 他翻写唐吉科德 瓦解大亨小传的秘密企图 永远令我读得欣慰十足 但是他也在过度经营细节意义的仪式上 做了最糟糕的拙劣示范 亨德森如果是个活人 绝对不会因为他在故事收场的时候 重新寻获爱的能力 是以带回一只非洲小狮子为象征而快乐 因为亨德森从头到尾 只是为了被楼兜售显微镜 而附赠了一具活简体 而小说在这又死了一次 洪健全教育文化基金会 势力于人文关怀 将经典永续传承 锁定每周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张大春炮新闻之 洪健全基金会闽龙讲堂 与您一起在探索文学中 获得生活灵感 发现生命之美 请不吝点赞订阅